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林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动物 那其实呢,动物呢,包括陆地的动物 以及海洋动物,以及海洋生物 所以呢,动物是整个这些各种各样的动物 加禽啊,海洋生物啊,还有昆虫类的总称 或者综合称呼,总称动物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图片 第一个图片呢,大家看一下 是这名男士呢,他拿了一个碗 他在干什么呢? 他在给小鸡还有母鸡喂吃的 也就是我们平时会说给小鸡和母鸡吃米 小鸡母鸡爱吃米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里有几只呢 有两只大的,三只小的 两只大的,三只小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平时吃的鸡蛋是哪来的呢? 哦,当然是母鸡下蛋 母鸡下蛋 咯咯咯咯哒 咯咯咯咯哒 母鸡下蛋之后 然后我们才有鸡蛋吃哦 接着我们看 这个图片里面呢 显然这里是水 这里是一片池塘 池塘 池塘里面呢 这是鸭子 鸭子 鸭子怎么叫呢 那小鸭子或者是大鸭子 它们在水里游 我还记得有一首中国的 关于鸭子的歌曲 我们叫它鼠鸭歌 门前大桥下 又过一群鸭 快来快来 数一数 二四六七八 所以这是鸭子 这是鸭子 我们再看 又来了一只动物 它是在水里哦 它是在水里 那它是什么呢 它是水牛 水牛猫 水牛 水牛 再看这里有两个脚 水牛灰灰的颜色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的是 哦 这里踏着一只动物 这只动物呢 是一只狗 一只狗 那 呃 我们再看 这里有很多人在来回走 那 这只狗呢 趴在地上睡着了 狗狗 一只狗 一只狗 狗是怎么叫的呢 狗是 嗡嗡嗡嗡 嗡嗡嗡嗡 那至于它是什么品种的狗呢 我也不知道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这只狗是什么品种的 你只是要叫它 这是一只狗 这是一只狗就可以咯 接下 我们再看的是 哦 这是什么动物呢 这是一只猫 一只猫 一只猫 这只猫呢 它在干什么呢 哦 它手里抓了一只鸽子 鸽子 手里抓了一只鸽子 鸽子 其实呢 还有很多人呢 可能不太明白 或者是不太知道这是什么动物 当你不知道 它手里抓的这是什么动物的话呢 林教你一个办法 你只需要叫它 它手里抓了一只鸟 猫手里抓了一只鸟 猫猫的爪子 或者叫手 手 是人 然后如果是动物呢 我们叫它爪子 但是呢 平时 呃 我们通常会有这样一个 中国有这样的一个 呃 描写句子的一个手法 呃 用法 叫做拟人 拟人 拟人 也就是把动物或者植物 嗯 加入人物的色彩 所以我们有时候叫它 它的手 小猫的手 或者小猫的爪子 它手里 它爪子里抱着一只鸟 抱着一只鸟 哦 我们再看 这张图片里面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哦 这只动物显然是一只老虎 老虎 老虎 那 中国有一首关于老虎的 儿歌 那是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直没有尾法 一直没有耳朵 真奇怪 真奇怪 哦 这里是老虎 老虎 接下来我们要看 这是什么 这是一只鳄鱼 鳄鱼 哦 这个鳄鱼 我还记得 看了很多 关于鳄鱼的电影 还是蛮吓人的鳄鱼 总之 我还是比较害怕 这种动物 鳄鱼 鳄鱼 那接下来 我们要看的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头 一头大象 一头大象 大象 我再问一下大家 大象最显著的特点 是什么呢 大象最显著的特点 是它的长鼻子 长鼻子 它可以吸水 它可以吸水 吸水 然后呢 可以给自己洗澡 嘈 长鼻子 还有呢 还有的是它的两个大耳朵 两个大耳朵 像扇子 两个大耳朵 像扇子 像扇子这么大的 大耳朵 大耳朵 那我们记住了 它叫做大象 大象 接下来 我们要看的 这是一只什么呢 这是一只青蛙 青蛙 青蛙怎么叫的呢 青蛙是呱呱 呱呱 那这里大家要记住了 青蛙是呱呱 那鸭子是呱呱 呱呱 不一样哦 那青蛙 这是一只青蛙 青蛙是一虫 那它会保护庄稼 所以我记得上学的时候 我们学过了一篇文章 叫做青蛙保护庄稼 好像是这样的一篇文章 总之青蛙是一虫 我们要爱护它 接着我们要看这是什么 啊 这个是人人都讨厌的 总之我很讨厌这种昆虫 这叫蟑螂 蟑螂 那我记得 我们在中国呢 通常呢 也会把蟑螂叫做小强 小强 至于它为什么又叫小强呢 是因为蟑螂呢 它的生存能力非常强 消灭起来呢 会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把小强 强指的是强大 就是它的生命意太顽强了 所以蟑螂我们通常也会称之为小强 小强 接下来我们要看这是什么 这是一只蚊子 一只蚊子 蚊子 那一般情况下 像到了夏季 很多蚊子 尤其是树下 或者是水边 蚊子特别多 蚊子会吃 吸 丁人的 趴在人的身体上 咬人 丁人 所以 我很害怕蚊子 接着我们要看的是 这是什么 这是一只小壁虎 一只壁虎 那大家再看一下 这里写了四个字母 O P E N 它的意思是 意思是开 打开 那 为什么 这里有一个打开这样的一个单词 然后这里呢 又画了一只壁虎呢 是因为壁虎通常喜欢吃 蚊子 蚊子 蚊子呢 一般情况下呢 会在晚上的时候 会向有光的地方飞 蚊子喜欢有光的地方 所以 所以壁虎为了找到吃的东西 他就会去有光的地方 有光的地方 也就是开着灯的地方 找吃的 找吃的 那我记得 那我记得中国有一个成语 我们叫做飞蛾扑火 飞蛾扑火 飞蛾扑火呢 它的意思呢 指的是 呃表面意思 说的就是飞蛾喜欢向有光的地方 有亮的地方飞 因为大家也知道 有火的时候呢 特别亮 所以呢 飞蛾喜欢去亮的地方飞 喜欢去亮的地方飞 那我们再说一下 这是什么动物呢 这是一只鱼 一只鱼 那这里说的就是海洋 海洋里的动物 海洋动物 这是一只鱼 那就像我们家宝宝的玩具 哦 这是一只鱼 这是一只鱼 这也是一只鱼 大家看 这也是一只鱼哦 一只鱼 我们再看 这是什么呢 这是乌贼 乌贼 乌贼在受到刺激惊吓的时候呢 会发出 会喷射出 一种黑色的东西 我们叫它 墨汁 乌贼喷的东西 黑色的叫墨汁 乌贼的汁 接着我们看 这是一只什么 一只什么 我喜欢吃的 这是一只 螃蟹 螃蟹 大家看 这是我们家宝宝的玩具 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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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螃蟹 这是螃蟹的夹子 两个大夹子 这是两个夹子 螃蟹有八条腿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条腿 以及两个夹子 两个夹子 平时我们知道螃蟹是横着走的 所以我们对于那些不太有礼貌的人呢 我们会说他 你怎么像一只螃蟹一样 横冲直撞 因为螃蟹是横着走的 螃蟹横着走 另外 您再给大家说一下 螃蟹 活着的螃蟹呢 通常是青色的 反正在中国呢 活着的螃蟹通常是青色的 只有熟了的 也就是可以吃的螃蟹呢 加工过的熟的螃蟹呢 它是红色的 知道了吗 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两串 哦 这两串呢 是贝壳 贝壳 贝壳 那接下来 最后我们要看的这一只大大的 我们叫它鲸鱼 鲸鱼 好了 关于今天的这一系列的 关于动物的讲解呢 您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啦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